我們接著再來跟各位介紹一下地板 地板怎麼畫 在上面這裡 你看上面這邊 這裡有兩顆有沒有 有兩顆 這個是牆壁 這個是他把它搬做叫櫃子房間 但是其實就是我們講的地板 你可以看到我們在這邊按一下他 這個時候我就要問一問各位 平常如果你看到有這種提示訊息 請問你的動作是什麼 通常都只直接按確定對不對 甚至更可能你不要再說 但是我必須跟各位講 其實上面那個是當然要注意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你就叫他確定就好 那怎麼樣畫地板呢 從這邊 有沒有現在油表變成十字了 但是平常各位在畫的時候稍微注意一下 你有沒有注意到我們左上角有一個羅牌 對不對 這個羅牌會決定什麼 會影響到一個東西 欸 有紫北針會不會影響到 就知道你們家的方位 方位會不會影響到光線 太陽光 會 所以像之前啊 我去年我就有本來想說我們家那屋頂啊 來用那個太陽門 有沒有 我就會找一下這個啊 因為你要找那個角度嘛 對不對 好 那這裡呢 除了你看這個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 上面有沒有看到單位是什麼 公尺對不對 而且我都從零的地方有沒有 標準我們 紫北針放的位置就是在零零這裡 所以他的坐標是從這邊啦 但是呢 如果你剛剛蓋房 就是在蓋草皮的時候 你如果隨便亂蓋有沒有 零零零這裡 零零這裡 零零這裡 零零墊 這個可以佔覆的喔 那可能待會你要找會比較不好找 所以平常習慣上我們會從左上角那邊 開始啦 就是說放這些三立模型給好 就蓋房子啦 那地板啊都是從這邊好 你看我就從這邊喔 點一下放開 然後呢你就看 看你到哪邊 因為每個人的家的那個 固定一定四四方方嘛 你也可以怎麼樣 比如說我們的十八公尺 然後呢也許有的是這樣有沒有 有一些機靈地啊 你可能就會收進來啊 那再往下 你可以把這往下一點 再往下 好我就到這邊 有沒有 你如果到那個 他是直角的地方 他會有出現這個虛線 有看到嗎 不一樣喔 那最後怎麼辦 點兩下 這樣就結束了 那你說真的有嗎 太柔軟了 也沒有一個地板跑出來了 有齁 你們看的應該比較清楚嘛 對不對 好 那地板留了 你們家草皮 應該不會是白色的 所以呢 怎麼辦 要設一下材質 什麼材質齁 但是請各位記得一件事情 如果不管你是牆壁還是房間畫完了 請你把它恢復到哪裡 箭頭 才不會又繼續畫下去啊 好 我就換回箭頭 好 點到他 你可以直接按兩下 這樣也可以進來 或者你按右手邊 滑鼠的右鍵 有沒有叫做自定義房間 有看到 自定義房間這裡 你可以用這個進來也可以 點兩下 好 你現在可以看到 我們這裡有沒有一個叫做紋理 如果你要單色的你就用這個 那我們現在因為是要像草地的感覺嘛 所以我們就用紋理 從這邊把它點一下 按旁邊這裡 好 有沒有發現裡面有很多種 你就找一看嗎 裡面到底看 你也可以用關鍵字找 你要找草地 我也不反對 草 有沒有發現有很多草皮的感覺出來了 對不對 你用貼圖的 還是你們家 最近這個比較 寶可夢 他抓的 比較像卡通的 像這樣子的 你可以找看看你比較喜歡的 按確定 確定 有沒有發現下面的 這個 就有一個材質貼進來了 對不對 當然因為他這個材質 不夠大張的話 他會怎麼樣 你有沒有發現 他會像磁段一樣這樣拼貼 對不對 他就會有這樣的感覺 這樣知道了嗎 你看慢慢的是不是有點成型了 那你可以自己調整一下 萬一如果你覺得剛剛畫的那個房間 就是我們講的地板 你覺得不是很OK 你在這個箭頭的狀態之下 你也可以調整他 你看點到他 這個點是可以動的 有沒有 這個點還可以調整 就是你剛剛畫的那些點都可以調整 所以可以是需要去做調整 這樣會不會了 整個如果你移在中間 就是整個地板在動 整個地板在動 這樣OK嗎 那我們順便提一下 剛剛上面這邊 我們不是有放這個 這個叫做柵欄對不對 這個啊 你一個一個複製是一種方法 但是有沒有比較快的 其實有 我偷偷做一下可以嗎 你覺得這樣有比較快一點嗎 我偷偷按一個快速鍵就可以了 但是我現在是按兩個啦 因為我要水平移動啊 所以你知道我按哪一個吧 你要複製的時候 可以按哪一個 Ctrl鍵 對 Ctrl鍵按著 拖曳的時候 也沒有產生一個 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旁邊有一個加號 可是因為我要水平移動 所以要多按什麼 Shift 水平或垂直移動 是不是按下去了它會細度 所以這個方式都跟我們一般的什麼 軟體操作一樣 但是你看 我一個個複製 我們家還好長耶 所以 可不可以一次選起來用框的 有沒有 Ctrl按著 加去著 這樣不是一次比較多嗎 所以有聽過一個故事嗎 好 這樣子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就 比較快一點 你可以從下面看到 有沒有 但是呢 這樣複製出來有什麼小缺點 間距有沒有一樣 哎呀 所以有的人有學過語牙錘的對不對 有沒有的人有學過語牙錘的 間距可不可以平均一樣 當然可以啊 怎麼可以 可以說不行呢 按住 一樣喔 你按 你用框選的 你用框選的 假設我已經做完了 我把它框選起來 你可以直接按右鍵 找一下找一下 在哪裡在哪裡 在這裡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有一個這個 對齊或分配壓距 那 你看一下 熱熱的 轉換成以來 所以那個圖式你就要提出來 我們現在是要水平的 間距是要平本 這樣了解 這樣了解 所以 就給他這樣用下去囉 這樣有沒有等距 這樣就OK了 所以 你真正其實一般 如果我們真正這3D端裡面 你要這樣做其實 你會發現要花的時間是長很多 可是 可是 在這裡的話其實 對各位來講 就等於好像我只是在做平面圖而已 對不對 不會太難 欸順便提一個小技巧 當這樣子 太大或太小之後 是不是可以縮棒 哪裡有縮棒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放大鏡 可是如果你這樣縮棒 這樣好像有點對不起你 因為你要換工具啊 所以說 如果你要縮棒的時候 跟我們網頁是一樣的方法 控制鍵按著 知道加什麼嗎 曾經有一隻這一隻 中間有個東西 中間有個東西 蛤 哈哈 這一隻 在你手上對不對 請用中間這裡 往前往後這樣會嗎 控制鍵按著 你在滾輪往前往後 你就可以怎麼樣 把上面這個平面圖 做一個什麼 快速的縮棒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這樣會了齁 那 如果你又曾經學過 Photoshop 請問 這一隻手 代表什麼意思 是不是把畫面平移對不對 那你在Photoshop 你要用哪一個快速鍵呢 鍵盤上哪一個最大 是不是空白鍵對不對 對啊 空白鍵按著 有沒有變成手 這樣 有沒有移來移去 放開 有沒有回到原本的工具了 這樣了解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三種小技巧 一個是什麼 複製的方法 Ctrl按著 拖曳 第二個 對齊 對不對 第三個 放大縮小 Ctrl加滑鼠滾 然後呢 平移 就是鍵盤這樣 空白鍵 這樣也要 來 那我就拿給你 下面呢 下面也是一樣 你用單純用滾輪 是一種方法 是一種方法 那 萬一如果你點到旁邊 像你點到哪一個模型 他會自動把那模型放到正中間 有沒有發現 這是標準的 當然可以改 所以如果萬一有時候 你可能 跳到比較旁邊去了 這個 你覺得我這樣賺不好賺的時候 你就點其中一個模型 看哪一個比較接近 就先點回來再來調一下就好 這樣 OK 給各位 再試一下囉 趕快 玩玩看你們家的庭院